全國常用數碼媒體青少年 夠大機會出現過度活躍症狀 根據一項最新研究結果 13歲至19歲的青少年 如果經常使用數碼媒體 有夠大機會得到簡稱ADHD 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狀 2014年南加州大學的科學家 在醫學院進行為期兩年的研究測試 法國頻密使用數碼媒體的青少年 在這兩年得到ADHD症狀的機會 是較少使用數碼媒體青少年的兩倍 研究結果星期二在美國醫療協會期刊上刊登 研究指出ADHD患者會呈現持久力專注困難 過度活躍、衝動等症狀 聯邦疾病控制及原防中心CDC 估計全國有一性 大約是610萬名兒童有ADHD 南加大的科學家 研究了2587名 15至16歲 落產機縣 來自不同社會經濟階層的高中生 他們之前都沒有ADHD病徵 研究員向這些10年級學生 追蹤兩年 到他們讀12年級期間 詢問他們使用14種數碼媒體平台的頻率 這些平台包括社交媒體、串流視頻、段訊、下午音樂、網上聊天室等等 研究員都會問他們與ADHD症狀有關的問題 結果發現使用其中7項數碼平台的114名少年中 9.5%經常有新的ADHD症狀 而51名使用全部14項平台的少年 有10.5%經常出現ADHD症狀 而495名並非經常使用數碼平台的學生 就只有4.6%被發現有ADHD症狀 研究員總結 在這兩年的研究期間 使用數碼媒體較多的青少年 在統計學上展現了ADHD症狀的機會比較大 不過研究並未知道 是青少年使用數碼媒體較多導致有ADHD症狀 還是有ADHD症狀的青少年 會教沒有ADHD症狀者使用數碼媒體較多 學者認為這方面仍需要深入探討 天下衛視記者吳穩如報導 此為もう1 theories 人能追加多摩 不必猶定 在那邊 人們試過 快 不必猶定 我應該不必猶定